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全员动起来会尽快填好坑洞 全部出动我们一起厂的人员去进行一个道路修补的 然后修补的原则上一定要平整 就要符合我们市长的要求 只能颜色不一样的 但是平整度要很好 经过暴雨侵袭 路面上处处都是坑坑洞洞 有网友就将加拿大和台湾道路做比较 表示加拿大是为了让行车速度降低 才贴上坑洞图案的贴纸 但台湾不一样 网友开玩笑的说 政府是用3D技术让民众来体验属于高科技 现在目前我们要在陆瓶状案 比较是陆瓶状案的部分 我们的A系络的中心 就是用洗的料 而且它的路绩都很好 所以不会 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那以前早期的路 因为它早期的那个A系络料久了 它本来就会有一个脱节 所以它有孔隙嘛 下雨天一直打一打一打 还有车辆这样子 公务局表示因应路瓶状案 现在薄油料值不错 路基也很好 会尽速将所有洞填补好 否则这满目窗移的道路 除了影响适容之外 对于用路人恐怕也造成一定危险 记者 张魏珍 台南报道